第40題 然後說另外找到有一個保存食品的真空的抽氣罐 然後呢把它抽氣 好像這樣子把它來抽氣 然後請問你這個抽氣的以後 它這些壓力的變化情形 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那麼我們前面呢在講這個時候就已經提過了 我們說我們這個甲這裡的壓力 是上面的氣體壓力 再加上這一段的水壓 所以又表示甲的壓力會比丁來的大 所以答案絕對不會是甲等於乙等於丁等於丁 這是一定是錯的 那麼同時呢我們看到 我們說丁跟丁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丁的壓力相同 丁這裡所承受的就是我們的氣體壓力 因為我把氣體抽走了 壓氣體變少了 所以壓力會減少 所以丁的壓力會減少 所以丁的壓力也會減少 所以說丁的壓力會減少 丁的壓力也是會減少的 因此他這裡說我們的 丁的壓力不變也是錯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再看到說 我們又剛才講過了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呢丁跟丁的壓力都相同 都等於這裡的氣體壓力 丁的壓力就是這一段的液體壓 加上以這個這個氣壓 那因為我氣體抽走了 所以我的丁的壓力會變小 所以我的左邊這一段壓力也會變小 因為我壓力減少了 這個水就再也沒辦法撐那麼高了 所以水面會下降 水面下降之後 丁的地方的空間就會變大 丁的空間變大之後呢 丁的壓力也會變小 所以看看上面的丁的壓力會變小 下面的液柱壓力也會變小 因為下降 所以合起來就整個壓力會變小 就配合我們這邊丁的抽氣的結果 它的壓力會減少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丁的壓力會減少 那麼水柱呢也會下降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裡的答案呢 說丁的壓力會變大是錯的 而水柱會下降是對的 所以第40題 他問我們把那個氣體抽走之後 請問你我們的壓力如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B 試管內的水柱的高度下降 這題的答案呢是B Cabin 不行 感谢观看